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staycation,兴起 不出远门也可以体验度假的氛围 新冠肺炎,你叫转眼间 已经两年多了 国外疫情目前已经慢慢的趋缓 但是台湾的疫情才刚慢慢的攀升 国外已经有些人已经解封 但是疫苗打得差不多 然后他们的防疫政策就是与病毒共存 所以懒、艺术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在意的 他们就是尽量以轻症为主 台湾现在也是,目前也是往这个方向迈进 但是你回台湾还是要隔离 所以出国的时间成本跟资金也是要蛮雄厚 所以大家不会考虑 那即便如此在台湾你要国旅的话 最近案例都是上前 所以大家就是即便啪啪噪也是有点恐慌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 可以让你放假的时候有点度假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因此而担心 就是那染疫上升呢 今天就来推荐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宅度假 Staycation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来分享一间特色咖啡厅叫做 Acme Cafe Bar & Restaurant 这间Acme Cafe Bar & Restaurant 它是位于台北艺术中心的七楼 我之前有介绍过就是象山的那个Acme Cafe 它等于是分店 但这间就是超级大间 它除了咖啡之外 它也是Bar跟Restaurant 就顾名思义 它除了卖一些咖啡点心之外 它也卖排餐 也卖酒 那这间就是Acme Cafe系列的 它其实是起源自2018年 台北西门町小香港街的那间原始店 那西门町那间暂时就是停止营业 目前他们这个系列的在象山 圆山 士林 有三间的分店 那这间位于台北艺术中心七楼 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说 因为台北艺术中心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起用 现在还在试营运的状况 里面有些剧场已经开始表演了 但是这边的七楼这个咖啡厅 你要这么定位 或者叫餐厅的话 它其实目前并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 你要去的话 只能够用预约的 你种网络预约说你的几位要去 时段 它好像都是限制人数 而且人数真的掌控的蛮严格的 那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是 提前预约的时候看到 有一个人的名额 有空档 那我就前往 七楼 我只能说你一进门 有够气派 一整面两百坪的空中花园 望远过去 波浪型的那个玻璃帷幕 就是非常的好拍照 那整体的装潢是走一个木质调 那有些黑色的铁的那种线条装点 远眺 可以看到整个建坛山 但是你看出去 那个整面都是用玻璃帷幕做的 但是看出去呢 完全没有任何高楼大厦 挡住视野 就是捷运也挡不到你的视野 整个看过去就是山跟天空 你会很惊讶说 哇 在士林夜市的这个 这大片的空地里面 还有这么大的view 那他现在目前就对我要营业嘛 所以有分下午的场次 目前晚上 我不知道他晚上现在没有营业 但是我看到一些照片 是有一些晚上拍的照片 白天跟晚上拍起来真的很不一样 那我这一次去是下午四点多的时段 我只能说 他白天就是很chill 但是你坐在那边就是发呆 也觉得很惬意 那他里面的餐点呢 就是基本的咖啡厅会有的那种 早午餐松饼 法国吐司蛋糕甜点之外呢 他其实也有很正式的那种排餐啊 酒单 那如果你是要去吃晚餐啊 或中餐的话 他也是有那种正餐的餐点 那我这一次去是因为下午时段去 所以我就本来就打定主意 我要吃他们的下午茶系列 或是早午餐系列 那抵达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好像今天心情想要吃点甜的 我就点了他们的法国吐司 那他有蛮多款的 那我就问店员说 请问你推荐哪一款 他就指了一款叫经典草莓 无花果法式吐司 这款呢 里面内容物就有所谓的草莓跟无花果 因为它的标题就已经告诉你了 还有马斯卡彭奇斯 吃起来我觉得它是个大人味的甜点 因为它的无花果就是有点酸酸甜甜苦苦的味道 它不是单纯那种小朋友就是全部都是草莓酱的那种感受 其实你吃起来会有点大人味 然后它的法国吐司我觉得它的处理非常的高明 它就是里面即便它给你那个蜂蜜可以淋 你淋完之后它不会整个变软烂 它的中间那个口感呢 你就是浸泡到那个蜂蜜之后呢 吃起来就有类似布丁的口感 它的法国吐司不像那种 你知道一般廉价的法国吐司吃起来就会有好味 因为它们就是裹那个蛋液拿下去煎嘛 但这煎的那个法国吐司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吃到后头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很鲜美的感觉 就是它的原污料应该是掌控的非常好 里面是草莓也是那种偏酸的草莓 很多如果你是吃一些就是外面的那种比较平价的甜点店 你就会追求要甜 但它们家的就是你吃起来就真的是大人味 它的草莓是偏酸的 但是搭配它的蜂蜜啊或是它的吐司吃 就是你会觉得整体的层次是很高明的 不是像是说你平常在外面吃到那种 就是甜到极致的那种餐点 所以我觉得它的口感是就是大人滋味的甜点 那除此之外我也点了他们家的拿铁 他们的咖啡是我这一次比较惊艳的东西 因为它喝起来就是有一些碳烧的味道 很高级 那整体吃下来它的餐点大概要300多 就是偏就是以下午茶来说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贵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装潢实在太厉害 你要去拍照真的是值回票价 你如果今天没有去这个地方 然后你本身就是网美性格的人 就喜欢拍照或喜欢踩点咖啡厅 这天去你绝对不会失望 而且因为现在还在试影院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去那种咖啡厅 你看它的座椅如果是布的那种 你知道有的开很久 它即便是那种很气派或是人气很高的咖啡厅 它如果是布的沙发你就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印子 就一些咖啡字啊 或是一些衣服的染剂的那种印子 你就会觉得整个店就有点扣分 但是因为它刚开 还在试影院 你进去看到望远所及的装潢都是全新的 你就会觉得太开心 就整个就是心到一个不行 就觉得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而且因为现在试影院 现在人其实他收的没有很多 也有可能是我今天去的时候 可能就他本身的那个 就定位数没有很多 因为下午时段 就整个就是很惬意 就是很空荡荡 但是有一点就是太空荡荡 所以那个里面的店员 他甚至有一个就是 类似外国人的 我要是主厨 还是他们的外场的主管吧 他就会 你只要跟他对到眼 他就会一直跟你想跟你讲话 我觉得那个压力有点大 尤其他是个外国人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点压力 因为人很少的状况 你很不小心就会跟他对到眼 但他整体的氛围是很好的 而且他们是开放式的厨房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在帮你准备餐点 就是整个看出去的那个 是很辽阔的 他们就是等于是没有任何的 太多的隔间 就看出去整个都是很开放式的 那这次去港 我看到有些那种真的是 网美级的情侣 他们就是点了满桌的菜在拍照 那他其实有分蛮多区块的 有那种大的会议桌 区块也有像那种小的两个人做的 然后也有靠近窗台那边 就是玻璃帷幕那边有很大的沙发区 你如果是多人的话 他应该才能够让你去沙发区 那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前往 他就安排在中间的廊道那边的那种两个人去 那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角度比较好的话 可能建议就要两个人以上 那你在订阅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备注一下 你看他坐靠近哪里 说不定是可以争取到的 那其实他的也有户外区的部分 户外区的部分其实现在木屋对外开放 他户外区也是超大一片 我觉得之后如果对外开放那边的拍照 起来也是很壮观 就是整体我给他的评价就是 一间就是拍照起来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咖啡厅 那我觉得他的餐点就是以他这个装潢 跟他的一个地点 我觉得可以接受啦 但是你说你要常去 我是觉得没可能 因为他的价格真的不是会蛮最重的 就是偶尔去 然后是你去过一次 你觉得人生就是那个checklist打卡就够了 但是以一个就是咖啡厅的经营模式 我觉得他是很聪明 他并没有单纯就是以咖啡厅经营 他有做餐 那如果觉得这个就是那种约会餐厅的话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 因为如果是什么周年啊 或是情人节 我觉得那边一定大饱满 因为他就是一个拍照起来很厉害 然后去那边气氛好 灯光美气氛家的地方 当然 这边还小想要巴格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这一次去呢 就是 就是因为他们家 就是还没有太多人去 因为这些市营运阶段 他们的名字就是很复杂 因为他们建很多间店 所以每间店都取一些很假扮的名字 但他们目前都没有中文名称 全部都是英文的 然后这间位于台北艺术中心 叫做ACME Cafe Bar and Restaurant 之前有介绍巷山 他今天叫做ACME Cafe 然后他当初那个原始西门店 叫做ACME Breakfast Club 然后原山的叫做Mason Acme 就是一堆英文 所以呢 我那时候在Google说 到底士林这间店要怎么去的时候呢 我就打ACME 就这么简单 然后打士林 他跳出来呢 就是ACME Breakfast Club 但是他下面的地址 的确是台北艺术中心 所以我就不疑有他 我觉得说 好那可能就是台北艺术中心 这个名字就要这个名字 后来呢 我去了 然后拍照了 然后就是放到一些限动去 但不是我现在这个 其实你应该在限动 放到别的粉丝团的限动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的小编 就很好心地提醒我 说不好意思 我们名字不是这个名字 你打错咯 那我说 就明明Google上面 就是这个名字 我就截图跟他讲 他就说 因为他们当初 新闻听那个ACME Breakfast Club 的那个搜寻优势太强 所以现在目前都还是这个名字 但是他们其实地址已经改过 也申诉过 但是目前就还没有改过来 所以如果你要前往 ACME Coffee Bar & Restaurant 位于台北艺术中心的话呢 不要担心 就是看地址就对了 他名字不一样 没关系 他就是他还没改过来 在此就是提醒你一下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限动 24小时 之后放到特色咖啡厅的栏位去 你以为是不是有首页配 我跟你说完全没有 他们真的是应该付我钱 我必须认真说 我真的讲了好几集 好啦开玩笑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 其实你应该的IG的话 快去站起来 相关的资讯才能够看得到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 staycation 新起 你如果不出国 也是可以享受度假氛围 今天要聊这个主题 我们现在先来定位一下 就是staycation这个词 这个staycation呢 叫做宅度假 就是住宅的宅 然后度假 这个staycation呢 它其实有stay跟vacation 这两个英文单字 组合而成 顾名思义就是叫你 stay a home vacation 在家度假的意思啦 那就根据国外的 网络字典的解释呢 就是说 不使是 就是在家里度假之外 是在家附近的景点观光 而广义的解释呢 就是你不用跨县市 你是台北市的居民 就不用跑到新北市 桃园之类的 就在台北市里面 旅游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度假的方法 那这个名字叫做staycation staycation 其实在香港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 但这个词 最近才在台湾新起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就来聊聊 关于说 现在疫情期间 你到底要怎么样 做到所谓的宅度假呢 那像今天我介绍的 这个acme cafe这件事情 就是以我一个士林人来说 就是我本身住士林 然后这间acme cafe 它其实就是在士林夜市 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 就是你就是觉得说 度假就是要到很远的地方 那种心态的话 那其实你去这间咖啡厅 你就不会觉得有度假感 但是如果你心胸 怀抱比较开阔一点 或者你转念一下 其实你就是去这种咖啡厅 它基本上是在你所在地 或者你居住地的附近 你也会觉得有一种别有滋味 有一种度假的那种错觉 而这种感觉 是我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 那怎样来创造所谓的宅度假呢 第一点就是 到家里附近的饭店 或是居住地周遭的旅馆 去住一晚 你知道疫情时刻 你就是想会享受那种 那期待以前之后 出国去住饭店啊 或住旅馆那种很惬意感 那此时你就是出不了国 你不妨选择 就是在你家附近 或是就是你在台北市 就找台北市相关的旅馆啊 饭店啊民宿啊 就是外宿一个晚上 我跟你讲 你会觉得说很蠢 我住台北市 我干嘛还要在花钱住外面 我跟你说 你可以去享受那种饭店公社 还有那种欣赏 基本上是台北市 你也住台北市 但是你知道 住饭店的那个市容 你看出去的景观 就是不一样啊 就哪怕是不同 就是同一条路上面 你去住别人家 看出去的view也是不一样 体验不同的那个 居住的环境之外 你的家具啊 寝具啊 居住的感受啊 厕所啊 装潢不一样 住起来就是不一样 所以哪怕是在同个城市 你也可以有 截然不同的度假氛围 所以你要怎么样 创造所谓的宅度假 香港那边的 那时候推出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在推这件事情 就是你哪怕是香港人 你在香港是有家的 但是你有时候就是想说 我想要去放松 然后六日度个假 那种 就是我不想要打扫 我不想要就是 在家里面就是看到一样的 城市 一样的家具 那你就去外面租一个饭店 住了一个晚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轻微 感觉像是微度假的感觉 微度假的感觉 而这就是第一点 到附近的饭店去住一晚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 新起 第二点就是呢 在城市里面深度观光 这一点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重复 在就是聊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人们住在一个地方太久的话 哪怕你就是比方说你是台中人 你就在台中住很久 你是当地居民 你在一个城市居住很久 难免就会因为习惯 你就会欠缺去深度旅游 你就会说我在这边二三十年 这没有什么好旅游的 你就会丧失对这个城市探索的欲望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现在收听的你是台北人 就是大台北地区的人好了 请问你在台北住这么久 你有去过台北101顶楼看夜景吗 往往撇除你是带就是那种外国人 或是有些外地来的朋友 他们去观光之外 你自己有想就是上去101顶楼看夜景吗 或者是你自己会去故宫看文物吗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就是你如果本身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你就是不会去这些观光景点 再举个例子 嘉义人也不会想去排队那个 大家都在排的那个什么鸡肉饭 台南人也不会想去一载京城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就是住在当地 你就会觉得习以为常 你感觉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去都可以去 但是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去 你这辈子都不会去 因为你就觉得说我住在这里就不想去 就是很平常 但是你反过来说 我就很喜欢举个反例 你不会想要上去101楼上顶楼 但是你去日本 你就会想上去晴空塔 你去巴黎 你就会想要上去巴黎铁塔 那人就是我这种犯贱的心态 所以你就是要稍微转念一下 就是当你在一个城市待很久 那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像现在你要做到所谓的宅度假的话 其实你不管你所属的城市 你待了多久 它一定有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你只要稍微 稍微把那个开关稍微打开一下 你线下居住地 其实有很多你从未造访过的旅游景点 哪怕那些是大家俗称观光客才会去的地方 但是你可能这辈子都没去过 就是你知道住士林 那你可能没有去过杨梅山看过夜景之类的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稍微转念 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你现在所居住的城市 或所在地 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没有发现 那就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新起就是三 到朋友家过夜 或到亲友家去住一晚 你知道到邻近的亲朋好友家去住一个晚上 除了你可以重拾 以前那种小时候你可能就会跟爸妈讲说 我想跟去谁谁谁邻居家 或是谁谁谁好朋友家 想要去住一个晚上 那有sleep over 就是他是国小那个时候 就是你要只是去跟你的同学 然后去住他家 然后邻居妈妈会煮饭给你吃 这样 不是到情侣关系的那个 那是那种很纯粹友谊的那种 就是睡一个晚上 那种状况 你现在去想想看 以前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就觉得跟朋友可以聊一整晚 或是打电动也好啊 然后就是吃宵夜也好 但现在你年纪大了之后 你在同个城市 你就会很难创造出那种感觉 除了刚说的你去住饭店 但偶尔你就是想要去邻居家打打麻将 然后去借住一宿 但是哪怕你们两个都住在台北市 但是身处在同个城市 即便你平常跟他很熟识 那你有时候互动借宿的这个概念 即便在就是那种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空间 都是一种一起一回 所以呢你就会有那种维度假 为旅行的感觉 即便他跟你睡是插一条街 你就是一条街的巷子 你走回去大概不用五分钟 但你如果去睡他家 你就觉得今天好像又有点那种 感觉在度假 感觉在旅行的感觉 就是这么的奇妙 所以这也是一种 就是所谓的 staycation的一种做法 就是三 到亲朋好友家 借树一宿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 兴起就是四 你在家也可以营造 所谓的度假感 你知道最近疫情思虑 尤其是去年 就五月的时候是三级警戒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开始感受到 在家里面你也可以营造出 很多就是你知道所谓度假氛围 或是找乐子 就是如果现在因为疫情又开始烧起来 你可能对外出 或是旅游观光或国旅 有点焦虑的话 其实在家做一点小小的仪式感 你也可以创造出那种 未度假的感觉 像是点香分蜡烛啊 放音乐啊 调整灯光 因为在家里 其实不太会注意到灯光这件事情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 有意识地把灯关掉 然后点蜡烛 其实那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 或是换一个很高级的床单 或是买那个沐浴球 泡个澡 或是亲自的下厨 煮一顿大餐 这些东西呢 就是你有别以往 不会做事 但是你可能之前出国 你可能会做事 泡澡啊 放音乐啊 或是换床单啊 这些 就是让你的生活 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 在家里可以创造出 那个度假的氛围 就是改变掉 去打破无聊的日常 你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刺激 而那个新的刺激 有时候就会让你感觉说 很像跟平常不一样 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 而这个点 就可以创造出 所谓的staycation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四点关系说 出不了国没关系 宅度假 staycation 新起 不出远门 你可以享受 所谓的度假氛围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 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 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位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私讯跟我联络 最后关系说 如果你使用Spotify 或是有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其他你的意见 或是你的故事 或是你想要听的主题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